剛剛有同學發現這件事情 用照相機的時候有沒有 如果你用到的是晚上的時間 比如你看我只要換到下午有沒有 月亮跑出來了 但因為我們家現在沒點燈 所以它速速也很快 你有沒有發現比剛剛快很多 對不對 因為沒焦電背嘛 所以黑漆漆一片 所以它也不用算太久 好那我們來看 你如果要這一種的可以 找一下 你看有沒有有燈光 電燈跟燈具 嗯進來 那這裡面呢 我們一般3D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實體的 所謂實體的就是說 我真的有一個什麼 比如說吊燈啊對不對 或者像路燈啊之類的 真的有一個這樣的 那它裡面是有燈光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我只是要類似像做那個 那個就是土光用的有沒有 或者我就是要亮起來而已 我必要有實體的那個燈出來 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有沒有發現有一種光源的 有看到了 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你可以看看 我記得在戶外裡面 應該有那個 有路燈有沒有 燈柱的這一種 像這個 比如說我們家就來光展進來 你看看你要放幾盞 隨便你啊 好 這裡有 你看這裡有那種 燈的 或者像我一般在那個畫廊裡面 不是比較常見這種燈嗎 對不對 好 那你找到一個 像這個落地燈的 好 OK 我就先用這三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記得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好調 你就點一下模型 然後自動把它模型畫在這種邊 好 找到照相機 現在一樣是晚上八點 我們就輸出一下 現在用的這個是實體 有燈具的 你有感覺 有點不一樣嗎 有腳墊背真的會亮 有沒有亮起來了 那萬一你覺得這樣的亮度還不太夠的 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 燈本身也可以稍微調一下亮度 另外一種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你找這種光源來補光就好 反正會亮起來 但是怎麼樣 不會有那個 好不會看到燈具 好不會看到燈具 好 有沒有發現 剛剛有的位置都亮起來了 那前面這邊因為沒有燈 所以會變得比較暗一點 好會變得比較暗 所以我來 再來這邊我們再補一個囉 來我們來補一個 晚上的話我們用比較黃色的燈光 白色的 好這個火焰色的可以 你就把它丟出來 那我把它丟在前面 好 我們來比較看看 你把它丟出來 我就放在這裡 好 出來了 那你可以點了一下 燈燈 有沒有發現光源也可以調一下亮度 對不對 也可以調一下亮度 所以你從這邊 好 那我一樣我把它放中間一點 好放中間 好我們再輸出一次 你來比較一下囉 看看前面會不會亮一點 當然這個燈光你也可以把它變大一點 或者是怎麼樣 調一下那個位置都可以 這樣有沒有看到前面這個燈就亮起來了 對不對 就是你沒有燈具 但是這樣還是會亮 有信心的嗎 有了齁 現在只差一個你還沒有的是什麼 你的想像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我給各位看的那幾個 我說你一定做得出來 OK的 那像在這邊這個燈這邊就比較亮一點 有沒有發現它的陰影還延長到這邊來 有沒有 那為什麼它有兩個陰影 有沒有兩盞燈 是方向不一樣 所以那個陰影會比較明顯 會比較明顯一點 這樣有了解的 好了 那就給你試看看 輸出一下囉 謝謝